我一直很好奇 抗友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 有哲理的简单的剧意 所谓的比较好奇不是好奇他的其他的 我只是好奇这个人的脑子里 装一些成本 我以前写的东西非常用力 我很怕别人不知道我看过很多书 我很厉害 然后很会写的一些 我们两个刚刚拍照的时候聊了一下 其实抓东西跟放东西比起来 放掉东西比较难 我就在想说 他一定有个斗志之前他一段时间 要不然呢 我又那么疯狂的投入工作的话 我是接不完的 然后呢 这么累的事情一定会是 你们想说 我一定要把我的人生 人生的游战圈去跑出来 所以我想他现在的状态是 我觉得最棒的 演员 我不知道别人至少在我的生命里应该是有 双重人格都存在 我现在回想动作起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都可能出来 生活中你要让我越一个 就跳过一个摩托车 我觉得我怎么可能 但是你让我拍的时候就是不知道那股劲 那股傻劲是哪儿来的 那时候你已经不知道你是平民了 我觉得我就是 戏里面的那个人物 又能打又能跳 所以 然后 风声也好 其他角色也好 你会是一个 一个为爱痴狂的人 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冷血 就是什么样的人物 带你内心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 你在生活当中能有 生活给我的这个一代 嗯 戏法和风俗